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得到 其实最早我看到他也是通过抖音看的 抖音也是一个镜头给到丁珍的一个特写的眼睛 那么的清澈像水一样 然后我还在想说 世间还真有这么质朴和清澈的大男孩 我和丁珍在一块工作 甚至说我们在一起录制节目的时候 他经常就会说着说着 眼睛就躲开我的眼睛 然后就扭到旁边就笑一下 以前的话我的家乡很多人不认识 很多人不知道我里头是什么样的 我们家乡的话 没电 没路 没信号之类的 现在的话 有电 有水 有路 有信号 现在想想什么都有了 我就一直认为说我有一个使命 我要让我的家乡吉林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 我一回到家乡去 我就会做一些抖音直播也好 然后会大家推荐一下长白山也好 推荐一下东北美食也好 里堂的小伙伴 他们也 我抖音 拍视频 他们也这样哄了一下 然后我们都 我们都拍摄这样的 然后里堂有很多人要认识了我的家乡 喜欢上了我的家乡 这样的话 我很喜欢 我也很开心 他们也很开心 所以这些粉丝们 有的时候他们留言也的确会让我很感动 像万江这首歌留言特别特别多 里边有讲说 李玉刚要不然不出歌 一出歌就是王账 然后可能留言最多的还是希望说 李玉刚一定要带着万江上春晚 所以我也特别特别地感谢他们 也争取吧 能够带着万江这首音乐去冲击春晚 我希望家里人都健康平安 也希望通过自己帮助更多的人 希望有客越来越多 有更多的人喜欢上礼堂 因为现有了礼堂才有了我 导音 感谢将近年 近年 接着万年 简 foundations